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开盘股价同样都是下跌 但是在这个盘面比较亮眼的包括了加隆经济顶 股价反而是逆势上涨 那么主要是在国际股市的部分 美股三大指数昨天收黑 受到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加剧的影响 乌克兰政府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么美国的国务院也警告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可能迫在美决 所以导致昨天这个美股三大指数呢 是大幅收跌 那么另外在这个台积跌ADR部分 其实昨天的跌幅也来到了百分之零点八二 使得今天的台股早盘也受拖累 不过呢这个我国的证交所 在本周其实也信心喊话了 表示说呢目前呢 这个台湾的经济基本面 以及台股上市公司的表现都属于稳健 所以投资人物必过度惊慌 那么甚至于呢这个证交所也提到说 如果这个股市发生非理性下跌的状况 必要时是会配合主管机关政策 采取必要的这个稳定措施 不过可以看到呢 目前呢在大盘的部分 同样呢还是持续 这个慢压沉重 目前呢下跌了一百九十点 来到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四点 那我们将会随时为你掌握这个股市的情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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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